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我们讲新闻我想聊聊拜登 这次上任总统之后第一次外访 那么拜登这次访问欧洲的成果如何呢 我们怎么看拜登这次在欧洲的访问呢 我个人觉得拜登这次访问有两点 一点呢我觉得他的访问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这个巨大成功之外呢 还附送了这个喜剧欢乐表演 当然巨大的成功 巨大的外交成就 是拜登这次外访的目的 这个喜剧欢乐表演啊 是拜登总统先生附送给我们的 那么何以见得这次拜登出国访问 是巨大成功加这个喜剧表演呢 我们先来看看拜登的欢乐喜剧表演 欢乐喜剧表演啊 主要是表现在拜登跟媒体之间的互动 其实拜登这次所有的这个喜剧表演啊 都是被媒体逼出来的 那么先讲第一件事情 就是拜登在这个记者会上发大火 我们知道这次美俄两国的元首这个会面啊 双方本来不打算搞这个联合声明 也不打算搞联合记者会 那么只不过在会谈完之后呢 各自开记者会各说各话 那么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美俄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 那么联合声明算是外交成就一部分 我们等一下再讲现在我们先来讲 拜登的记者会上发大火 拜登的记者会上为什么发大火呢 原因是这样的 当这个拜登跟普京见面 说啊一开始场面十分混乱 据说是俄罗斯的特工人员 阻止美国的记者入场 后来呢美国的记者 又跟俄罗斯的记者发生了推撞 在这么混乱的场合之下 就有记者问拜登 你觉得普京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吗 当时拜登跟普京啊 两个人已经见面了 两个人站在那里 在等待这个瑞士的这个总统 发表一个作为东倒数的一个演讲 所以拜登听到媒体问这句话 就点了点头 这一点头啊可就不得了了 美国这些左派媒体的记者 突然发现 这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一样啊 大家知道美俄关系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完全是民主党的总统奥巴马 一手推动的 大家还记得奥巴马在卸任 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连续驱逐了几十名俄罗斯的外交官 而俄罗斯呢也采取了相应的报复措施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美俄的外交关系急转直下 接下来呢 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好 或者美国的一些相关的部门也好 一直指责俄罗斯对美国展开了什么骇客攻击啊 还有这个干预了美国的总统大选啊 包括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 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呢 发动了对川普的所谓通俄门的调查 认为川普之所以能够当选为美国总统 完全是俄罗斯干预的结果 所以那个时候的美国关系一直急转直下 那么川普上台之后呢 其实大家还记得川普是试图修复 跟俄罗斯的外交关系的 所以川普跟普京在这个赫尔辛基 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 那次秘密会谈啊 令到民主党人如芒在背 所以川普回来之后呢 民主党人一直指责川普跟这个普京单独会谈 只有一个翻译在场 没有任何其他的美国的外交官员在场 那么很明显 这又成了川普通俄的一个新证据 那么当时普京为什么要跟川普两个人关起门呢 单对单的秘密会谈呢 当时修杰在讲这个新闻的时候啊 修杰又做出一个判断 川普准备在某些重大问题上 想跟普京达成一个合作 达成一个共识 什么问题呢 就是对抗中国 因为当时川普已经开始在对抗中国了 当时的美中关系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 如果川普想要战胜中国的话 俄罗斯成为一个关键的元素 其实我们知道世界大国的这个角力啊 在这个冷战时期就是这样 美中两国为什么会建立外交关系 就是美国为了抗衡当时的前苏联 想拉更多的盟友 而恰好当时中国跟前苏联呢 又发生了外交矛盾 发生了这个珍宝岛之战 所以美国才放下了架子 采取了一个外交上重大的突破 跟中国建立了这个正常的外交关系 那么现在也一样 川普如果想要战胜中国的话 他同样也想拉这个普京 那么当时川普跟普京两个人关起门的会谈 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美国国会的众议员还要调查 川普当时在这个会谈当中 跟普京到底要谈了什么 要求白宫交出当时在会场上 那个翻译的这个记录 那段新闻啊 大家还记得民主党对这个美国总统 跟普京的会谈呢 是十分忌讳的 所以现在有记者问拜登 普京是不是值得信任的人 本来是希望拜登又讲什么冷血杀手啊 什么眼睛里面没有灵魂啊 谁知道拜登含含糊糊的点了点头 于是啊 美国左派媒体的记者就觉得 这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 一定要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啊 穷追猛打拜登 那么这就是在记者会上 为什么美国CNN的记者 要一再追问拜登 有关普京的这个话题 讲到这个美俄两国领导人 单独所召开的记者会啊 普京的记者会的时间 要比拜登记者会的时间长得多 拜登的记者会啊 本来大概只有三十分钟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拜登先生 经常在记者面前会说错话 那么所以呢 拜登的记者会啊 除非是有白宫安排的 固定的某个记者 提一些特定的问题之外 拜登一般不太愿意去回答记者 突然提出了问题 但是毕竟这是这么重要的一次外交场面 如果拜登不开记者会说不过去 那么开记者会 本来这些美国左派媒体的记者 跟拜登应该算是自己人同道人 那么自己人啊 在江湖规矩上是不应该难为自己人的 但是因为在这个普京 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上 拜登点了点头 于是CNN的记者柯林斯 就对拜登穷追猛打 他一开始问 他说总统先生 你为什么有信心 普京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呢 这句话就把拜登 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了 我们讲过之前有一个背景 就是当记者问拜登 普京是不是值得信任的时候 拜登点了点头 事后白宫的发言人 还有白宫的这个联络室主任 马上出来解话 白宫的发言人萨奇说 他说拜登当时点头的意思 并不是说 普京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只不过拜登当时 正在跟记者们打招呼而已 说句老实话 我觉得这些左派媒体的记者 也确实太难为拜登了 完全违反了江湖上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这个规则 拜登他老人家一如既往 在这个一些重大混乱的场合 整个人都陷入了比较迷糊的状态 当时会场十分混乱 我们刚讲过了 有俄罗斯特工 阻止美国的记者入场 还有美国的记者 跟俄国的记者互相推撞 在这种情况下 你突然问他老人家这么一句 拜登只能是本能的反应 点了点头 所以白宫的这个发言人萨奇说 拜登当时并不是说 这个普京是信任国的 只不过拜登呢 是点头们向记者质疑而已 那么你信不信这个解释啊 我想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看法 但是你说当记者提问你的时候 你向记者点头质疑 恐怕记者们是不会接受的 所以这个克林兹问拜登 你凭什么有信心 普京会改变 拜登砰就跳起来了 其实拜登这个时候 已经结束了记者会 准备回去了 听到这个问题啊 拜登走回来用手指着记者说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有信心 这个普京一定会改变了 这么长时间 你都干什么去了 拜登的意思说 我讲了这么长时间 难道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吗 你在我的话语当中 哪句话证明 我对普京有信心了 拜登说 我说的是 如果世界一起做出反应 那么我认为普京的行为 就有可能发生改变 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信心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 拜登以为这样解说完 就没事了 谁知道这个CNC的克林斯 还穷追猛打 他说 现在你看普京否认 他对美国的网络攻击 淡化俄罗斯侵犯人权的行径 你们两个人的会议 怎么说可能有这个建设性呢 拜登就更加发脾气 他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 你完全就入错行了 其实拜登的意思很明白 我跟普京这次见面 我们双方都说有建设性 当然是我们达成了某种协议 而这种协议是台底协议 我是不可能告诉你的 再有 我花这么长时间 飞这么远 跑到欧洲来访问 跑到瑞士来跟普京见面 我们一定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谈 你连这个都不懂 你怎么可以成为CNN的记者呢 拜登后来在登上空军一号的时候 还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他向CNN记者克林斯表示签议 他说当时我不应该发火 我不应该自作聪明 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总统拜登 我说过 他是一个好说话的拜登 那么拜登道歉之后 CNN的记者有没有接受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 拜登的喜剧表演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拜登上任总统之后第一次出访 那么休息我个人认为 这是出访 应该说拜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过这个巨大的成功之外 拜登还进行了一番喜剧表演 而这些喜剧表演 都是美国左派媒体逼出来的 上一集我们讲了CNN的记者克林斯 因为拜登在场面混乱的情况下 有记者问他 普京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人 拜登点了头 所以克林斯在事后对拜登穷追猛打 意思就问拜登 你怎么可能觉得普京会改变呢 你为什么觉得你跟普京之间的会谈 会取得了重要成果呢 于是拜登就发火了 说你如果搞不清状况的话 你就入错行了 你当错记者了 我们知道其实反俄 是民主党以及左派媒体一项的政治原则 反俄是他们的政治原则 但是需要俄罗斯配合美国的外交政策 是美国这一届政府现实的需求 所以拜登这次跟俄罗斯中普京见面 我们看到见面之前 拜登就有很多矛盾的表现 一方面其实普京告诉公众了 这个见面是由拜登提出来的 就拜登主动约普京见面 普京是如约而来 再有拜登在出发去欧洲之前 就到处放风说 他跟普京见面 他一定会坚持原则的 一定会维持美国以及盟国的核心价值 所以普京跟拜登这个见面 到底会不会取得成果 一直是大家怀疑的一个话题 但是拜登这次跟普京见面之后 拜登说取得了正面的成果 会谈是有建设性的 所以这些左派媒体的记者 就开始觉得这跟剧本不相符了 反而是民主党跟左派媒体的 一项原则 为什么现在说 美俄双方的会谈有建设性呢 柯林斯一二再再二三的问题 令到拜登勃然大怒 本来他已经准备离开会场了 于是又转回头来 指着柯林斯发了一通火 这种情况我记得好像前总统川普也试过 在白宫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也是准备走了 因为有记者提了一个令川普 十分愤怒的问题 川普又转回头来 对着记者又发了一通火 现在这件事情轮到拜登头上了 事后拜登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前 他特别讲到这件事情 他向CNN的记者柯林斯表示歉意 而柯林斯也十分大度说 他只是想搞清楚状况 所以总统没有必要向他道歉 这个事情就喜剧收场了 可能是CNN觉得不懂事的柯林斯 在这样的场合令到总统拜登发了大火 CNN也觉得过意不去 于是另外一位CNN的记者 就准备吹捧一下拜登 CNN这位记者叫苏托 他怎么吹捧拜登 他在推特上发了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眼光 已经转向了在现场的记者 而拜登还看着普京 于是CNN记者苏托就说 你看我们拜登总统用眼光注视着普京 普京的眼光不敢跟拜登接触 所以他把眼光移向了记者 这个照片出来之后 于是很多拜登的粉丝 就开始在底下留言 这些粉丝说什么呢 这个一开视线就显示了 这个普京在拜登面前是居于弱势的 有些说 我们的拜登总统在恐吓他 我喜欢我们的总统 拜登的眼神真是那么凌厉吗 普京真是连拜登的眼神都不敢看吗 我想如果你看过现场的这个画面 你肯定觉得这个推特里边所描述的场景 十分搞笑 其实当时的场景本身就很搞笑 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 首先是瑞士的总统站出来 讲了一番客气话 对承办这次美俄的峰会表示了荣幸 然后拜登跟普京两个人握手 两国元首握手的礼仪 基本上是有个定式 两个人先握手简单的问候 然后两个人握着手扭脸 转向记者这边 让记者们拍照 这次两个人有点不一样 两个人也握手了 两个人也自己问候了 自己问候之后 普京就把脸按照剧本转向了记者 但是拜登并没有在这个时候 同时把脸转向记者 而是他看着普京在傻笑 所以说CNN的记者舒托说 拜登以伶俐的眼神看着普京 本身就是很搞笑一个画面 如果你回看当时那段影片 拜登是面带着微笑 看着普京在发呆 普京已经向记者质疑了 拜登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普京扭头跟拜登一起 准备走进会场的时候 拜登突然才发现糟了 这个剧本当中有一个细节漏了 应该向记者扭头表示一下 这个质疑 然后拜登这个时候 才扭头向记者表示质疑 然后再扭过头来走进会议室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整个场景 我完全看不到 有什么拜登伶俐的眼神盯着普京 我也看不到普京有什么要躲开拜登的眼神 CNN用这种方式来吹捧拜登 这是他们一向的做法 一点都不奇怪 CNN也从来不会为自己的丑态感到恶心 比如说两个老头在电视面前 在互相争 谁是妈妈的乖宝宝 一位是美国纽约州的州长葛默 另外一位是CNN的主持人葛默 两个50多岁的老头在电视机面前 在公众面前就争 你不是我才是妈妈的乖宝宝 像这种CNN这种恶心的画面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那么美国的左派媒体 令到拜登进行了一番喜剧表演 没有给拜登总统的形象加多少分 但是美国左派媒体 当然也不会放过俄罗斯总统普京 但是美国媒体的穷追猛打 反而令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公众面前加了分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们看在记者会上 美国的记者也追问了普京一些敏感的问题 美国ABC的记者 在普京的记者会上就直接问普京说 你已经杀死或者监禁了很多政治对手 这个名单已经很长了 而你现在用尽一切办法 去阻止纳瓦尔尼这个人参加竞选公职 那么请问普京总统先生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呢 我们知道纳瓦尔尼是俄罗斯反对派的领袖 前不久他在飞机上据说中了毒 差点死掉了 到德国抢救过来之后 他又回到了俄罗斯 回到俄罗斯之后 马上就被逮捕 现在关进了监狱 所以这个拜登在跟普京见面之前 讲了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如果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 纳瓦尔尼在监狱死亡的话 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件他天的大事 美国一定不会袖手帮关 所以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 纳瓦尼呢 现在正在监狱里边 那么据说身体状况不太好 于是ABC的记者斯考特 就当面问了普京这个问题 问普京你怕什么呢 普京十分气定神闲的回答说 他说其实纳瓦尔尼所创立的这个组织 本质上是一个极端分子的组织 它造成了大规模的骚乱 并且有从事了很多违法的事情 普京还讲到了美国 他说比如说你们美国不是有个黑命贵吗 你们的黑命贵抗议 不是也造成了很多暴力事件吗 所以你们的黑命贵 跟我们这个纳瓦尔尼的组织 完全是一样的 ABC的记者斯考特 当然不会放过普京 这种避重就轻的回答 斯考特直接了当的 这个给普京说 他说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问的是 如果你所有的政治对手都被你杀了 都被你关在监狱里边 这是不是表达了一个意思 你不愿意进行一场公平的政治竞争 普京后来又说 他说其实关于这个纳瓦尔尼被关进监狱 我想举你们美国的一个例子 你们美国在今年1月6号 不是发生了冲击国会事件吗 那些你们口中的叛乱分子 不是也带着某种政治诉求冲进了国会吗 为什么你们就可以把它关进监狱里边 25年20年呢 其实这些人并没有被关进监狱 只不过现在我们美国的一些检察官 民主党的一些国会议员威胁说 这些人可能会被判重刑如此而已 但是普京抓住这件事情 意思就是说 你们美国用某种暴力形式表达政治诉求是犯法行为 难道在我们俄罗斯表达某种政治诉求的时候 用这个暴力方式就不是犯罪了吗 所以普京说你们的这个参加1月6号国会暴动的人跟我们的纳瓦尔尼一样都是国内恐怖主义分子 美国左派媒体向普京提的问题啊 同样是很尖锐并且很敏感 但是普京呢 对这些尖锐敏感的问题啊 都气定神仙的回答 并没有发火 所以从这个记者会的表现呢 应该说这是普京是胜了拜登一抽 其实拜登完全没必要因为那个问题发火 拜登为什么发火呢 我个人觉得他是因为内心有煎熬 我们刚讲了 民主党一向是仇视俄罗斯这个国家 一向以反俄为他们的这个政治原则 现在拜登因为某种这个目的 必须要跟俄罗斯在某些问题上达等妥协 拜登本身内心是有煎熬的 只不过美国这些左派媒体啊 完全没有体谅总统的苦心 还要在这些事情上穷追猛打拜登 拜登所以就发了火了 在这个记者会上啊 美国的记者还向拜登提了一个 也算很敏感的问题 拜登没有发火 不过拜登的回答呢 也是喜剧效果 什么问题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今天我们聊的是拜登的上任之后 首次欧洲访问 那么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之外呢 还附加了这个喜剧表演 那么拜登在这个记者会上啊 被美国记者问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也十分敏感 有美国记者在这个记者方面问拜登 他说你会不会以这个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好朋友的身份 打个电话给习近平 要求习近平开放世界卫生组织 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进行调查呢 这个问题一提啊 拜登也十分尴尬 也马上跳起来 他说让我澄清一点 我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是好朋友 我跟他只是公事公办的关系 这就奇怪了 大家还记得以前拜登在竞选的时候 在刚上任的时候 拜登其实那个时候 并没有打算延续川普的对华强硬政策 所以他到处出行说 他说我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个私人友谊啊 是没有任何一个外国领导人能够取代的 他说我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见面以及一起这个共进晚餐的时间 加起来超过了24小时 有足足25小时之多 那么我跟一个外国领袖 有这么长的见面时间 一起这个聚餐的时间 难道我跟习近平的关系不是十分友好吗 这是拜登的原话 但是现在当记者问他 你会不会以好朋友的身份 打电话给习近平 要求他答应世界卫生组织 到中国去再次调查 新冠肺炎病毒源头 是不是来自武汉实验室的时候 拜登马上说 我跟习近平不是好朋友 其实我觉得提这个问题 这个记者应该算是孤陋寡闻了 拜登应该问他 你如果连这个都搞不懂的话 你真是入错行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 在5月31号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时候 拜登在演讲当中 就曾经向公众透露过消息 说他不久前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通了两个小时的电话 当时我们在天高海阔里面 有讲到这个新闻 当时秀杰认为 拜登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 跟习近平通电话呢 我认为他是向习近平 下了一个最后通牒 因为他马上就要访问欧洲了 对中国的围堵同盟 马上就要形成了 这个时候拜登是希望 中国在某些问题上 能够做出让步 那么拜登要视中国 做出多少让步 才决定他这次访问欧洲 围堵中国的力度有多大 而在拜登出发到 欧洲访问的前一天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跟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 又通了个电话 那通电话 我们从新闻报道上看 两个人的这个事后的表述 我可以说完全是不一样的 完全是两个方向 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 那通电话其实是布林肯 以美国最高外交官的身份 向中国的最高外交官 杨洁篪下了最后通牒 那么如果这个双方的电话 没有达成共识的话 拜登到欧洲的访问 就会按照原来的剧本走 要形成一个围堵中国的同盟 所以拜登其实早就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通过电话了 不存在现在 等他在欧洲 已经形成了一个 围堵中国同盟的时候 双方的已经翻了脸之后 再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通过电话 你有见过两个好朋友 之间会下最后通牒的吗 所以有时候 修杰觉得这些美国的左派媒体 真是如拜登所说的 根本搞不懂状况 根本就是入错行了 你们为什么非要总统 在公众面前 把自己过去说过的话 要进行一个改口呢 我们看完拜登的 这个喜剧表演之后 我们还来聊聊拜登 这次访问欧洲 为什么我认为 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个巨大的成功 其实我们前几天 在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 包括这个七国集团峰会 北约领导人的峰会 还有欧盟领导人峰会 拜登在这些峰会上 可以说达到了他的目的 就是拉拢盟友 一起来对抗中国 那么前几天我们也讲过了 在美国的盟友当中 有一些还是处于摇摆状态 但是这些处于摇摆状态的盟友 这次都没有发出 强烈反对的声音 今天我们重点讲的 拜登取得的重大成功 还是美俄元首之间的会谈 刚才我们讲了 美俄元首的会谈 本来双方讲好了 各自开记者会 也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但是令大家意外的是 会谈结束之后 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 其实这次会谈 我觉得有两个要点 我们要关注的 一个就是会谈之后 意外的发表了联合声明 第二个就是会谈的时间 比之前的预计要短了很多 现在有很多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说 为什么双方会谈的时间 比预期短了很多 因为双方谈不拢 所以就没必要谈了 其实我觉得会谈的时间缩短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谈不拢 翻脸了 所以不谈了 走人了 另外一种可能 太顺利了 大家本来要讨论的 要争议的一些话题 没有讨论 没有争议 达成共识 所以这个时间也短了 比如说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 跟外长王毅 在阿拉斯加跟布林肯 还有苏利文的会谈 就是属于前一种情况 闹翻了 大家就不用再谈了 所以会谈时间短了 但是这次呢 我们看 这次缩短了会谈的时间 但是会后意外的 发表了联合声明 这个联合声明 充分说明 美俄双方的峰会 美俄的领导人 达成了很多问题的共识 那么到底达成了 什么问题的共识呢 我们先来看 这个联合声明当中 涉及到哪几项内容 第一项内容呢 是所谓双方的 这个战略稳定 所谓的战略稳定 就是双方消除敌意 具体是在一些 比如说核武器的削减上 在一些这个军备竞赛的削减上 双方接下来还要继续谈 那么因为双方没有敌意了 那就无需要发展 这么多这个战略武器了 再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网络攻击的问题 这一点呢 是美国单方面的一个表述 因为俄罗斯从来不承认 他对美国有展开网络攻击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美国是强调了 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但是俄罗斯没有反驳 所以这一点呢 双方也达成了共识 很简单 俄罗斯只要不支持 骇客对美国的网络 发动攻击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也是各自各的表述 只不说我们关注到这个问题 如此而已 也没有提到纳瓦尔尼 第四个呢 就是有关乌克兰地区的 一些相关的议题 那么有关乌克兰地区 相关的议题啊 其实也是这是 美俄双方峰会当中 达成成果最大的一部分 为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话题 我们看到双方联合声明 所陈述的这四点之外啊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 中国大陆媒体广泛报导说 你看美俄双方的这个峰会啊 谈东谈西就是不谈中 意思就是说没有讲中国问题 换句话来说呢 中国大陆的媒体 告诉公众这样一种信息 美俄双方 这是根本就没有谈中国问题 也没有为中国问题达成共识 真是这样吗 确实我们在这个 拜登跟普京会谈的 所有治理行间 我们看不到有中国元素 但是我们用逻辑思维去想一下 美俄双方 这是所谓达成的共识 所谓有建设性的结果 从目前表面上看 就是双方的大使各自回到所在国 去重新履行大使的职务 两个国家的总统 飞了一万几千里 到瑞士闭门会谈 就是为了双方的大使 回到对方的国家 继续履行大使的工作吗 当然不是 这次会谈呢 表面上没有讲任何中国的议题 但是我们说 如果美俄两国在这个战略问题上 在安全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两国接下来 还要就这些问题继续谈的话 那么说明两国的外交关系已经解冻了 当两国的外交关系解冻的话 那么俄国还会为了美中之间的对抗 站在中国的一边跟美国对抗吗 我想啊 这个几率就会越降越低了 那么再有 这次拜登 为什么能够跟普京达成这个 这个有建设性的会谈结果呢 之前我们讲过了 川普对俄罗斯的态度啊 要比民主党要友善的多 比拜登友善的多 川普当初为什么跟普京两个人关起门来会谈 却没有取得成果呢 大家不要忘记 当时我们大嘴巴的川普啊 曾经公开讲过 我跟普京提到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习近平 所以当时这个川普的大嘴巴是告诉公众 其实他跟普京关起门来谈 有一个最重要的话题 就是有关中国的话题 但是川普当时跟普京并没有达成协议 为什么呢 这里边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川普回到美国之后 受到了民主党的攻击 川普要让美俄关系解冻 国内民主党的反对 再加上对他所谓通俄的调查 令到川普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缩手缩脚 但是最重要的是 川普跟普京会谈的时候 礼物没有带够 那么这是拜登礼物足够了吗 真是足够了 拜登跟普京两个人呢 见面交换了礼物 那么除了这个两个人交换的台面上的礼物之外 拜登台底下还给普京带了两件礼物 这两件礼物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讲 这次拜登跟普京两个人见面 两个人都互赠了礼物 拜登送给普京的是一副墨镜 还有一个水晶的美国野牛的一个雕塑 那么普京据说送了一套办公用品给拜登 除了这个台面上的礼物之外 其实拜登这次之所以能够跟普京的会谈 有建设性的结果 是因为拜登在台底下还有礼物送给普京 什么礼物呢 第一个我想应该说是也是台面上的了 因为他已经从台底下走到台面上了 就是美国解除了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制裁 北溪二号是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一个天然气管道 美国政府认为天然气管道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所以美国对天然气管道是反对的 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意孤行 一定要建造 那么所以美国对北溪二号进行了制裁 拜登出访之前已经宣布解除对天然气管道制裁 这样可以说一箭双雕 既讨好了德国也讨好了俄罗斯 所以这是拜登送给普京的第一份礼物 第二份礼物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问题 这次拜登出访之前有个很搞笑的细节 就是他首先在出访之前邀请了乌克兰的总统来美国访问 因为这次拜登访问欧洲跟普京见面 令到乌克兰觉得美国一定会出卖乌克兰的利益 于是拜登为了安抚乌克兰总统 说邀请他七月份来美国访问 等到拜登出去访问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突然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震撼性的消息 他说乌克兰已经被这个北约接纳为北约成员国了 我们过去讲过在俄罗斯的眼里边 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一道红线是不可跨约的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 那么俄罗斯跟这个欧盟跟这个美国之间的矛盾 马上就会以倍数升级 所以这是俄罗斯绝不允许的件事情 就是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么乌克兰真是被北约接纳为北约成员国吗 第一个跳出来辟谣的就是美国政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拜登在访问欧洲之前 先跟这个乌克兰总统通过电话 邀请他来美国访问 但是乌克兰总统单方面告诉全世界说 他说拜登已经同意我们乌克兰加入北约了 拜登在跟这个普京见面之前 美国去踩了这个俄罗斯最重要一条红线 这还得了 我们之前讲过了 拜登这次访问欧洲踩了中国所有的红线 但是拜登绝不能够踩俄罗斯的红线 因为他到欧洲访问 就是要拉俄罗斯成为美国的朋友 在美中对抗当中 不要站在中国的一边 所以美国政府马上出来辟谣说 拜登跟这个乌克兰总统之间的电话 从来没有说 接纳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 给这个乌克兰总统当面甩了一个耳光 所以乌克兰就成了这是拜登访问欧洲的牺牲品 那么因为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的话 换句话来说 俄罗斯一旦对乌克兰展开军事行动的时候 因为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 所以北约就不会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因为北约当中有一条 任何一个成员国受到这个武装入侵的时候 等同于向所有的北约成员国宣战 所以北约现在绝不会接受这个乌克兰成为他们的成员国 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间有克里米亚半岛问题 除了这个克里米亚半岛问题 包括我们刚讲过的北约二号 对乌克兰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害 因为现在俄罗斯输送到欧洲的这个天然气 是通过乌克兰输送到欧洲去的 那么乌克兰在这里有两大利益 第一个乌克兰可以通过这个天然气管道 也获得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 并且他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价钱 要比欧洲国家低得多 现在有了北约二号 这个管道绕开了乌克兰 那么以后俄罗斯有了北约二号这个管道 把天然气输送到乌克兰的话 俄罗斯就可以断掉 原有经过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 这样令到乌克兰没有办法买到便宜的俄罗斯天然气 所以乌克兰的总统说 北约二号管道的建成令到乌克兰每年损失30亿美元 那么乌克兰从此可能就无力承担自己的国防军费了 换句话来说 俄罗斯就可以轻易的武装进攻乌克兰了 那么对于乌克兰这个困境 美国态度是怎么样呢 布林肯在之前访问过乌克兰 他向乌克兰提供了三个解决方案 他说如果北约二号建成 你们不是受30亿美元损失吗 不是没有这个钱去充当军费了吗 我给你三个建议 一个你寻求现在把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 跟你们之间的协议 要谈一个延长期 这样你们就可以继续获得俄罗斯的天然气 第二个既然你们受到30亿美元的损失 那你就找欧洲赔偿你这个损失 第三 他说你就充分挖掘自身的能源 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布林肯这三条可以说 真是比拜登的欢乐喜剧表演更加搞笑 第一点 如果乌克兰要延长跟俄罗斯的天然气合约的话 可不可以 可以 这要看俄罗斯的脸色 俄罗斯也表态了 这是可以的 不过要看你有没有对我有个友善的态度 什么叫友善态度 就是把克里米亚半岛地区 把顿巴士地区 通通划给俄罗斯 俄罗斯就可以卖天然气给你了 乌克兰能够做得到吗 割让自己的领土给外国 然后换取天然气 布林肯给乌克兰出这样一个主意 不是让乌克兰总统卖国吗 第二个 你向欧洲去索赔 欧洲哪个国家会赔30亿美元每年给你 乌克兰凭什么向欧洲索赔 过去天然气管道 经过你这里 才来我这里 所以你可以获得俄罗斯便宜天然气 这跟我没有关系 我现在希望另外一条管道绕过了你 为什么我要赔钱给你呢 第三个 挖掘自身的能源 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 这更是一句完完全全的废话 如果乌克兰自己有天然气的话 何须要依赖俄罗斯呢 所以在这次拜登访问欧洲过程当中 乌克兰就成了拜登送给普京的另外一个大礼 第一个层面的礼品是 关于克里米亚半岛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今后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 在这个问题上 不会再对俄罗斯施加很大的压力 也不会要求俄罗斯把克里米亚半岛还给乌克兰的 所以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 划给俄罗斯 恐怕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 而现在还处在混乱地区的顿巴斯地区 还有一些有很多俄罗斯人居住的乌克兰领土 今后会不会又变成通过所谓的全民公投的方式 划给俄罗斯呢 这就不好说了 反正美国牺牲了乌克兰 能够跟俄罗斯缓和关系 这是拜登 这是取得的一个巨大成果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拜登为什么要牺牲乌克兰 来换取跟俄罗斯之间的正面成果呢 当然美国在战略上有求于俄罗斯 那么大家能不能思考一下 美国现在在战略哪一个方面 最有求于俄罗斯呢 当然是美中之间对抗 所以说拜登跟普京之间这个会谈啊 虽然公开的这个治理行间 没有一句讲到中国 其实所有会谈 所谓的正面成果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俄罗斯在美中对抗当中 不要站在中国的一边 那么乌克兰呢 乌克兰被牺牲是肯定的 但是这里面呢 有一个变数 什么变数呢 大家还记得拜登宝贝儿子 在乌克兰所谓贪腐丑闻吗 之前川普想压迫乌克兰政府 在这个调查拜登儿子贪腐丑闻方面 做一点事情 令到自己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 得到帮助 于是就成了所谓的乌克兰电话门 于是就成了这个川普 第二次被弹劾的一个理由 现在美国政府可以说赤裸裸的 出卖了乌克兰的利益 那么被出卖利益的乌克兰 会不会感到愤怒呢 一定会 现任总统泽连斯基啊 是一个演员出身 这个也是一个非典型的总统 在愤怒之下 泽连斯基会对美国政府 会对拜登做什么呢 有没有可能有关拜登儿子的贪腐丑闻 又会被乌克兰的这个执法部门 重新调查 并且有更多的证据披露呢 我想啊 这是拜登在取得巨大成功之下 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情 惹怒了乌克兰 乌克兰如果把拜登儿子的丑闻 证据公开的话 这对拜登也好 对民主党也好 对他们的2022以及2024的选举 肯定会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来看看乌克兰 这个演员出身的总统 会不会是一个非典型的总统 用这种手段来报复拜登政府出卖乌克兰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